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修篇最主要的项目是很实用的 首先多谢龙耳社 两位惠蘭和赞哥 多谢你 继续帮我们做首语 告诉我们不同的好朋友 知道更多关于屋苑或香港和楼域维修 和其他相关居民关注的东西 大家今天见到很有趣的 我们电视机面前是有一只手拉车 其实我们都很推动环保 这个手拉车刚刚出世 这个手拉车前面有一个照像 就是叫拿渣风火轮的手拉车 刚刚出世 希望大家都有兴趣可以联练我们 限量版的 可以看看 看不到 OK 好了 切到了 好 麻烦 Jackie 言归正主要我拿开这只手拉车 不要妨礙你 OK 好了 我们讲回楼域维修 Jacky 你也听到我们刚刚昨天 昨天是吗 昨天是先议档案 有讲过关于调解 看完那本后我发觉 原来调解对于社会的共业很大 这几年来他帮了社会很大件事 例如扎电工人的罢工 添气大厦事件 就算最近的雷曼事件 原来调解完也出了很多力 那这方面 胡锡婷师可否跟你分享一下 真的很抱歉 我要做事 所以我都看不到这个节目 其实我想有机会我也要回看 很值得 可以网上保 也有一件事就是很明显 我们社会实在是很需要 要做调解这个工作 也都是很庆幸我们 也有很多从业员 都肯为这个调解这个项目 是同社会发声 告诉大家 调解有什么好处 调解真的有很多好处 怎样只是你刚刚说 葡绩斯所说的那三大项目 其实默默耕耘着 就是将我们社区 是搞得和谐一些 大家老实说 中国人的说话很有趣 相见好同住难 偏偏就说 婉亲不如近论 其实两句说话没有底足 只要我们真的可以和谐社会 婉亲真的是近论 有时候我们香港人工作繁忙 两夫妻出去一起做事 胃口奔馳 即是家里 你说没有个鄰居帮你走 看看 打碟一下 几个不方便 其实就是调解 但是如果我们认识 如果我们认识 我们认识 用它的话 是有百利 而无一害 刚才你所说的 扎切工人事件也好 雷曼事件也好 有几多是很信任调解 所以有一个很长期的推广 当然我们有很好的调解出来的个案 市民有信心 我们也有其他配套 譬如我们调解完的质素 譬如说 究竟我们的市民 何时会接触调解这个货题 究竟是 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 才打了 有什么方法 才有人走来 告诉他们调解好 还是我们已经每一天 都有一些工作 是已经让他们知道 调解是有好的 也有好的个案 亦都需要大家深入了解清楚 这些是每一天的工作 Raymond 其实我很认同 这个调解就是一个摩登和事佬 是的 摩登和事佬 在香港 刚才你所说的 远亲也不如近隆 其实我们特别 我们专业用力 在楼宇维修这个范畴 帮到居民手 在一些屋苑 鄰居之间 鄰舍之间的一些 建筑物业相关的东西 我们就用和事佬这个工作 去调解 令到大家不用整天都说要去打官司 最近最经典的其中一个个案 居然说我们在一些走廊燒香 大家打到法庭 是的 其实这个个案 不用打官司 亦都可以用重调解 或者是和事的处理方法 是不是Raymond 当然是 当然如果大家有糾纷的时候 我们都很表面看一件事 我们就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寒 大家有喊煞 有拗叫 难道真的一下就立即 大家去到见官吗 是的 当然很可能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职怨 职怨最重要的是沟通 没有沟通就没有解决的渠道 有得谈就行 但是亦都大家双方都对一件事 这么执着的时候 没有人会无端端走出来 和握手言和 多数都是各即不辞 那个个案就好像 举个例子 一个打完官司要赔了7万元 本来不止 另一个就是孕妇生孩子之后 就说那个孕妇生他出来 没有那么健康 两磅吗 是 如果一早及早就经过调解 一可能她生子 又开心点 健康点 第二就是阿姨庄蒜香 又可以早点环保香 什么 就不用这么迹缘 因为释相当在调解完 计完40堂之后 整个人都谦虛了 很有 penalty 那位太太说 回去告诉先生说话 都会温柔一点 我自己舉例,在我以前未讀調解的時候,當然是對於一些糾紛,我都會有一個想法,就是不合適,就見官,看看成本有多少,可以扔多少錢出去打官司,是想這些事情,但當接觸了調解這個項目之後,原來女台有很多方法, 是可以令人對於處理一個糾紛,有另一套不同的看法,有少少心得,即是跟網友分享一下,即是跟網友分享一下,有一天我駕著一輛車,那條路不是很窄,但是塞車,我在龍尾,不知道為甚麼事, 原來最前面那兩個車吵架,不知道為甚麼吵架,我心想走去,你不要先阻止後面, 阻止地球,移動,說真的,我真的不是很趕時間,但是這樣被人阻止, 阻止地球,有人就開始怒了,開始就有很多,很負面的想法,也都很幸運,剛剛線在那裏左鼓有攀的時候, 前面那個車,是的士來的,後面有一個牌,招紙貼在那裏,他說心歡露自然闊, 因為我也是讀過條件,考慮心歡露自然闊,在字面看來看去,終於有少少領悟, 原來大家為了貼上綠豆的事,自己這麽勞氣,自己自作自受,沒有人貼你,是自己自己這麽勞氣, 身體也是,肝火上升,一定不低,一定對身體有傷害, 有一個領悟,我們實在是不應該對於每一件事態執著,當然是讀過條件之後, 就明白到每一件事都應該有去解決的方法, 那Raymond,那天你有沒有幫手去調解一下前面那兩部車? 太遠了,我在車尾,在龍尾,在前面, 但是都覺得很無謂,很無謂,其實我們經常,我們身邊都有很多人, 去提醒我們,一定會有的,問題是說,我們對於那些提醒我們的人, 是不是每次都可以接受,聽得入耳而已,是吧? 有時候你會覺得,提醒你的人,他未必好像你這麽清楚這件事,是吧? 你自己清楚一點,他在旁邊就阻止又怎樣, 他都未必明白,有時候那個人很囉囉嗦嗦, 真的,你再說下去,我都不太想聽了, 有時候你會覺得,每個人的指點都矮化了自己,是吧? 好癒的,那很多時候我們對於人家的指點, 慢慢慢慢有一個抗拒,是吧? 但有時候你真的很生氣,有時候你真的轉到牛角尖想事,是吧? 人家勸你又勸不聽,那你一意孤行, 真是立壞的心腸,是壞了才算,真是失敗了, 真的損失的時候,你又回頭會在那裡投訴,是吧? 你最初你提一下我吧,那其實我們呢,不要忘記, 當我們有個事情在心裏頭的時候,我們想解決, 我們真是很需要是想找人幫忙, 但是,苦心自問,我們對提醒我們的人, 確實有些要求的,第一,我跟他談的時候, 那時候,他給我意見,我最初是支持朱姬, 最好就是他比我厲害,平時比我厲害, 他說話就不要這麼囉嗦,一下子就倒題, 我聽你講,有時候你會覺得, 那個提醒我們的人,最好留一點尊嚴給我, 有些人很流行,提醒的時候順便抽一下水, 你這樣就不對,這樣就錯了,這樣的說話, 變成你的受眾,你聽那個想聽的意見那個, 比較困難,有些抽水,是吧? 有時候,我跟我的事情, 麻煩你不要知道就算了,不要周圍唱,是吧? 大家整群人走在一起的時候, 他上次怎樣也怎樣,其實我很尷尬, 我真的不想你會這樣, 最好就好像阿拉丁神燈那樣, 我捉了你出來之後,你給了我的願望, 然後你自動消失, 誰人都不知道這個最理想,是吧? 也都是千萬, 我問你意見, 你給我一些意見, 最好你用我利益為準, 不要有利益衝突, 有時候會問你是不是跟他親一點, 你做水客都過來教我, 我們是要求很多, 給我們意見的人, 我們暗地裡是有些這樣, 變成如設了, 你覺得要選擇性地去聽話? 是的, 其實我們社會裡頭, 是不是沒有這些人? 就是有了, 就是我們調解完了, 我們幫助別人解決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消失了, 我們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保密, 我們不會將九分, 產生九分的兩方面的人的資料, 披露給別人聽, 真是像神燈那樣, 擦一下, 然後就搞定, 這樣就消失了, 是調解在這一方面的制度, 在這一方面, 確是可以幫到人, 即是說他們有個信心, 是吧? 即是你滿足我的要求就可以了, 你不會有利益衝突, 調解完我又不認識他, 沒有什麼利益衝突, 這個信心給了他們, 那條解都是講來講一件事, 最重要的條解員, 就是創造了一個溝通的空間, 一個平台, 給雙方平心靜氣, 將自己想要的東西, 將自己想要的東西, 攤開來跟別人講, 當你聽回對面他的背景, 他的故事, 可能你會覺得很同情他也未定, 這就是溝通裡得到的好處, 值得的, 我看完那集,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原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成功的調解員, 有人讀了四十個小時, 一年之內都找不到一堂生意, 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這是制度問題, 這是制度問題, 當我們做調解員, 真的考到調解員的資格, 我們通常會將我們的名字, 放在那個機構上面, 即是難聽說的掛單, 掛在那裏, 當有人找人去解決糾紛的時候, 在那裏, 雙方便會在這麼多個名單裏找, 當然你的學歷、背景都會審核, 是否用你的準則, 那裏有很多的, 譬如我是護士, 我讀了四十個小時, 我就考到了, 仍然在那個名策上面, 他會和其他人做比較, 譬如有些是警察, 有些是校長, 有些是牧師, 那些人就會選擇適合自己那些, 很明顯, 有一些的背景, 確是有些糾紛的人士, 他未必是這麼順耐, 他未必是主動地找他, 大家不知道他以前做過什麼, 只見過名字, 見過背景, 這是制度問題, 不是抽籤派去的, 不是制度問題, 因為整個List of Mediator, 基本上每一位市民, 如果你有興趣要取得, 他都要取得整個List, 但問題是, 比較一下他的工作經驗, 或是他的專業背景, 很自然, 當我和閣下有糾紛的時候, 我要求那個調解員, 你也有懷疑為何要找他, 不如不要找他, 找另一個, 不如找李心儀那個, 輪到我又看看, 究竟李心儀那個, 是否我信得過, 變成這個, 我們要找調解員, 暫時在這個制度上, 是有少少卡住, 我亦都希望, 大家同行, 大家做和調解的工作, 應該理順這件事, 或者政府, 其實在外國的做法, Raymond也想請教, 調解會不會在一個訴訟的過程, 是必須的呢? 香港現在就不是, 只是建議大家可以進行調解, 就不是一定必須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挺可惜的, 但如果外國的做法現在是怎樣? 其實我們調解, 是一個自願的行為, 因為自願, 調解很標榜, 就是大家很自願用這個方式, 去解決大家的糾紛, 所以, 有很多, 應該在法庭審理的東西, 都可以自願性質, 去用調解, 法官很推薦, 法官就說, 你們做一下吧, 做一下吧, 和我們歡迎你們, 不過他們說, 我參與, 或者他們要用強制性, 就沒有, 因為現在法例未有, 似乎說很推動, 但實際效果不是那麼見階, 其實是這樣, 它推動不是不見階, 都有一個是效果, 一定的成果, 但未是那麼積極性, 將來的仲費, 有斟酌的話, 仲費真的都, 打個折, 都不是少少錢, 是吧, 真的調解, 確是, 有一個, 有因, 是可以令到大家, 和平地, 理性地解決, 這個, 如果是攤開這件事來講, 其實就是不一定要強制, 其實都應該是自願的, 我都有看法就是, 既然, 司法界已經有一個, 很重大的有因, 是推動了, 調解這個行為, 只要, 在我們社會上, 加以推廣, 加以推動, 又或者是, 或者是, 立法規範一些, 一些的程序, 譬如, 規範下, 究竟, 那個調解員, 他本身, 他那個是, 讀的, 什麼, 什麼的, 知力, 又或者, 他會參與這40個小時, 學些什麼, 有一些統籌, 是嗎? 變了出來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 大家不用那麼, 那麼擔心他選擇, 不過, 我都相信, 現在, 現時那個調解那個水平, 和那個, 出來的效果, 都幾參差的, 我相信, 那個處理, 還有, 如果能夠在, 那個整個司法程序裏面, 是, 一定是經過這個程序, 就變了, 在那個, 審議的過程上, 會, 簡化很多, 特別很多, 就是, 我們這些, 民事糾紛, 商業, 或者民事糾紛, 並非處理一些, 刑事的處理, 我覺得, 很值得, 是這樣去推動, 值得的, 推動, 但我總是覺得, 推動要有方式, 是有目標, 盲目, 推動, 就未必是, 等於有成果, 即是, 太黑銷了, 是不是? 似乎是要, 以如目掩, 香港的市民, 個個都很聰明, 他們懂得選擇, 他們知道, 什麽好, 什麽不好, 問題是, 你要讓他們知道, 這件事是好的, 那, 需要有一個, 是, 長遠的規劃, 是怎樣推廣, 現在, 我們, 好見得到, 就是, 比較散少少, 有很多, 有心人的, 都是很積極地, 推動, 這個調解, 那, 將它調解的好處, 盡量地, 告訴市民, 市民聽一次, 聽兩次, 聽第三次, 都是這些事, 都是聽這些事, 但他身邊, 還未曾有一些, 值得了去調解的個案, 聽完就算了, 是哪些人有興趣呢, 他真是, 自己有個問題, 真是想去, 找人幫忙, 他就會積極去研究, 這一個, 我就希望, 可以組織一下, 我們這些, 這個調解的行業的人, 組織一下, 推動一下, 想一個方法, 究竟是, 每一天, 都可以將這些訊息, 帶給市民, 好過市民, 到他們需要的時候, 到處找, 有一件事, 還要鼓勵, 你老闆, 去, 或者小公司老闆, 去做調解, 原來, 就是, 那一集, 最新的結論就是, 原來, 老闆做了調解完之後, 是聽一些科技講話的, 開心很多的, EQ高了很多, 是的, 其實, 這個就是溝通, 是的, 溝通, 即是, 你要多些聆聽, 是的, 調解這一樣的學問, 其實, 最側重於就是, 聆聽, 當有人, 心裡頭, 想說話, 你聽, 你就停了它, 你不要說了, 這麼煩, 那, 怎麼能夠調解得到呢, 是吧, 如果你學過調解, 這一門的學問, 你自然懂得, 聆聽的技巧, 當我們聆聽的時候, 要懂得分析, 究竟它, 是否真的, 這麼有對抗性, 是否真的, 這麼有攻擊性, 說話很容易, 尤其是, 說一些很尖酸的說話, 都很容易, 是否它真的想, 它的背後, 是否真的想, 這件事, 要分析得好, 其實, 誤會就, 貧生, 說話永遠, 就不會越說越好聽, 說話越說越難聽, 我們先講一下, 半小時後, 可否進入我們實際的操作, 我們有一個絕對問題, 如果滲水問題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調解呢, 你可否給我們一些意見呢, 甚至這個問題, 在調解上面, 我的經驗, 就是較為特別一點, 當我們有糾紛, 我們往往都有一些很實質的, 大家的分歧, 究竟是對這件事, 大家有甚麼不同意, 你欠多少錢, 我還不是, 你應該做這些事情, 你沒有做, 這些是很實質的, 我住樓上, 你住樓上, 我住樓上, 葡織師住樓下, 你又說, 一定是我漏水下來, 你憑甚麼證據, 我這樣不肯開門給你, 這個問題就是, 你們沒有一個很實質的問題, 是肯定了, 是真的樓上, 所以這個就是問題在這裏, 我記得就是, 我們曾經在將軍澳, 未做過一個座談會, 當中有一個故事, 就是講, 我都還記得, 三六九先生, 他就, 投訴樓邊, 樓上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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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背景環境就是, 當天變色了, 下大雨的時候, 他在廁所的時候, 水流下來, 他就一口咬定, 樓上漏水, 調解完, 就不是一定是需要, 是不是要去調解, 我們都要了解, 對象是不是這樣, 以漏水這個情況為例, 我們應該要知道一下, 究竟那漏水情況, 是不是真的漏上先, 正如所說的故事, 會不會真的外場有問題, 下大雨才會漏水, 變成對象, 就不是樓上, 對象就是樓上, 你就可以去調解, 你跟樓上的, 這件事情相反了, 可能是大公契, 法文的地方, 公眾地方都不出奇, 所以, 那些深漏的漏水, 某個程度上, 是牽涉到, 有一些專業的判斷, 當然, 是不是我們要百分百, 知道樓上漏水, 才是去調解呢, 當然, 我們都要適應, 適用於一些, 叫排除法, 排除法, process of elimination, 究竟是將那件事, 聚焦在漏水的原因, 當然, 我們要調解, 我們不希望找到的原因, 但是, 在調解這個個案裡頭, 我們偏偏需要知道清楚, 究竟, 你們兩位, 是不是真的應該有糾紛, 是否很重要呢, 如果不是, 就誤重婦居, 就是搞錯對象, 這是我的親身經歷, 我真的比樓下的投稅過我漏水, 我作為一個職司, 我就跟他說, 用了排除法, 即是, 你不會做了屋宇處處長, 不會, 前屋宇處處長, 因為我發現, 我們兩個浴室, 都有共同的問題, 就是窗邊的插數鍵, 一起燒了, 我們就解釋給他聽, 多數就外場了, 滲水入泥, 兩個單位都是經過那個燈槽, 一邊滲入泥, 所以我們同一個位置一起燒, 我將這兩個共同的證據, 就告訴管理處聽, 輪到管理處幫我們弄, 所以滲水的個案真是, 西布施司, 你剛才給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 你是懂得, 是將你知道的資料, 是與人分享的, 是啊, 在調解, 尤其是滲漏, 為什麼遇到這麼困難呢? 就是, 雙方不肯將自己知道的資料, 告訴大家, 他很可能是未必知道的, 調解員, 如果他本身是滲漏的, 有些專科在那裡的話, 他曉得問, 他曉得追那個原因, 曉得和你們去查, 拿調解員, 其實最重要就是, 懂得搜集, 雙方背後的資料,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專業, 是事本公培, 如果不是大家爭來爭去, 不如不要爭去講錢, 我們流水不要講, 不行的, 流水這個問題, 一天解決不了, 問題還在那裡, 你怎麼調解都在那裡? 他一直延續的, 燒完我們插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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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廳都蔓延過去的, 所以, 既然大家都可以溝通到, 那個資訊, 所以, 你應該解決了, 解決了, 因為你們知道資訊之後, 你們就可以有一個正確的方向, 去解決滲漏的問題, 這個也是調解裡頭, 只不過, 你就已經將你的資訊和別人溝通了, 在調解的時候, 你的資訊其實是很困難的, 你未必認識的, 你未必說得到的, 在調解後, 我便拼命要問你, 幸好是他上來的, 他告訴我, 如果我可以下去的, 所以, 我們有兩個單位, 共同證據, 就可以跟管理處大聲, 不然我跟管理處說, 就懷疑我, 有一個證明, 就是, 只要有溝通, 只要大家可以分享你們的資訊, 事情便容易解決, 所以, 正如阿葡職司所說的那個滲漏問題, 如果你不是職司的話, 根本就是原案來的, 很困難找的東西來的, 這個正正是說得出, 我們做調解員, 尤其是做滲漏調解, 我們應該要處理的方向在哪裏, 不過剛才, 如果在阿葡職司那些個案, 是下面的單位, 他願意上來跟他談, 這個調解就有得進行, 但如果是另一類, 大家都有意見, 就不願意去談, 但就扔上了法庭, 那怎樣再拉回去, 能夠撤成他們做紅樑, 處理了這件事呢? 所以, 每一件事, 如果真的去到這麼僵, 才去找調解員,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為什麼我們, 不是有一些的方法, 是早些讓他們可以知道調解, 就是, 就拿回葡職司的個案為例, 就是葡職司他第一時間, 已經可以去到核心問題, 大家交換意見, 解決問題, 如果當時, 是兩位樓上樓下, 未曾去到, 說要互相告告到法庭, 即是爭執, 不是那麼傷的時候, 如果那時候已經有一個, 我剛才所說的紅樑, 我以為你紅樑的意思, 有個人是懂得, 是調解的方式, 可以替他建議, 不如用調解的方式, 你說這個紅樑的意思, 即是他的紅樑, 不是本身是調解員, 但是他知道調解好, 他會建議他們雙方, 不如早些用調解, 早些用調解, 如果調解員, 他本身是可以針對你們, 他們漏水的問題, 可以解決得到, 這樣便可以解決到, 事情不需要去到法庭, 輪到法官說, 不如你們試試調解, 都說要調解, 不如早些, 即是調解不如早些, 剛才講一段, 就是爲什麽我們不可以早些, 這就是制度問題, 我們真的需要, 是有一個, 很有計劃的推廣制度, 去推廣調解, 好過我們每一天, 都是大精神, 數諸法律法律, 調解一下, 調解一下, 又或者真的要去到數諸法律的時候, 才知道調解好, 我試過有一個個案, 我也是專家證人, 去到某個程度, 大家審到差不多的時候, 當事人都說, 去到這麽田地, 大家都覺得, 他已經覺得很唏噓, 這樣的田地, 即是早些, 不如真的調解了算數, 這個是後悔, 但是累積了的律師費成本, 就會令到他們唏噓, 很虛虛的, 可能打完都是得不償失, 兩家是否律旁相爭, 就如律師得利了, 如律師得利了, 律師們都是提供他們的服務, 為你爭取你最佳的權益, 我又覺得, 如果他們在採取這麽激烈的法律行動之前, 如你所說有洪涼, 真是跟他們說清楚, 這件事就不會去到這麽強, 問題是洪涼要訓練, 不過Raymond, 我想十居其九, 可能我還是有少少偏見, 就是很多時候, 雖然說Mediator, 調解員都是律師, 亦會擔當重要的角色, 但是當個案是上了法院, 或者是有訴訟的案件, 無論事務律師, 以至大律師, 他們都會慫恿客人, 去用訴訟去打官司, 如果不是, 他們律師樓就怎樣去經歷, 這是很實際的, 現實生活的情況, 很少說, 哎呀, 你的個案都沒有什麼勝算, 這間律師樓都似乎, 除非他真的可以在一些樓宇買賣養活, 如果不是, 根本是, 生計都難保, 所以, 每個人都說, 哎呀, 當然是說, 打得的, 打得的, 如果不是, 有勝算, 如果不是, 一定是, 有一個前景, 所以, 我覺得這方面, 是真的很矛盾, 我覺得, 可能你是偏見, 但我覺得, 社會都存在這個情況, 是幾嚴重的, 所以, 就是調解這個推廣, 有制度, 只要調解, 是, 入到人心, 是, 每一天都有一個推廣活動, 給他, 不是很刻意的, 其實推廣活動, 不是一定要, 每天都要去坐過來, 聽聽講座, 不是這樣的意思, 潛意密化令到他們, 潛意密化, 譬如, 在某某大廈, 設置一些, 這些這樣的, 紅樑的位置, 即是, 地區議員, 地區人士都要幫忙, 是的, 即是, 職業化, 可能是一個出路, 我也同意你講的, 即是, 我們儀式, 儀式的時候都記得, 唉, 很多, 商業糾紛的時候都說, 唉, 你信不信我, 找個律師告你, 我們補求一切法律權利, 好像說這些東西, 好像很厲害, 這些也是潛意法的教育, 但我覺得, 我很相信, 亦都認同, 胡工程師說的, 即是, 其實調解, 亦都真是, 社會的大勢所趨, 令到社會的經濟價值, 我們整個香港, 能夠發展得更順利, 這個很值得去推崇, 另外, 我也想說, 也多謝, 葡職師, 在上個星期, 我們都, 幫助一些地區的屋院, 在和法院, 屋院裏面, 有些和法團一起參與的工作, 雖然在留意維修方面, 是給了意見, 但是, 亦都加入調解的一些元素, 真的, 可能落到地區, 就有一些工作, 或者可能預告一下, 下個星期, 我們會說, 留意維修最重要的一張, 就是, 防水問題, 是的, 那Raymond, 真是總結了, 我們還有少許多幾十秒, 你告訴我們的網友, 其實調解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溝通, 放棄大家對抗的信念, 大家要有一個信念, 就是大家一起解決, 問題的夥伴關係, 即使去到法庭, 也不是生死相鬥, 也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或者, 既然是這樣, 用調解, 自己拿主意, 如何解決問題, 又節省一點, 時間又快一點, 早些放下心頭大石, 放下包袱, 最後可以達至雙贏, 雙贏不單止, 可能三贏, 社會更加增值,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很多謝兩位, 謝謝Raymond, 還有Jacky, 謝謝, 我們繼續就住專業動力的專家, 在樓宇維修篇繼續和大家分享, 下星期見, 拜拜,